腾讯体育室 北京时间8月11日 胡人助理教练杰西莫穆伊斯 今日接受了媒体采访 谈到了球队新人迈克尔比斯利 认为他是联盟中最好的单打球员之一 有他在阵中会对球队很有益处 莫穆伊斯教练非常认可比斯利的单打表现 比斯利是联盟中最难防守的球员之一 这就是事实 莫穆伊斯说 他是联盟中最好的单打球员之一 凭借他的身材和得分能力 他在单打方面非常强大 在球队的阵容中 有这样一名球员总是有益处的 你总会需要一名可以上场砍三的球员 有些时候场上球员会没有状态 通过长途飞行 还有一些艰苦的比赛日程 比如很多被告费的比赛 以及在联盟中出现的各种事情 会出现疲劳等因素 所以球队阵容中拥有一名得分手会很有价值 把比斯利加入球队名单会让球队变得更好 莫穆伊斯说 比斯利现年29岁 2008年尼邦眼秀的身份被热火却中 先后效力与热火 森林狼 太阳 火箭 雄鹿和尼克斯 上赛季比斯利为尼克斯打了74场比赛 其中30场首发 场均出场22.3分钟 得到13.2分5.6篮板1.7助攻 投篮命中率50% 三分球命中率39.5% 今年夏天成为自由球员的比斯利和胡仁签下一份一年350万美元的合同 虽然丹达不在以前那么流行了 但上赛季MVP和登美 场比赛仍有不少分数来自丹达 比斯利有机会在胡仁证明自己 立春CM的免责声名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子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不代表腾讯新闻客户端子